好我们看到七夕浅节刚过 但是她呢还是想要追求幸福 她其实已经22岁了 在四川成都这位小姑娘 她身高只有一公尺 被称为是拇指姑娘 她不远千里到浙江 想要寻找一位如意郎君 穿着洁白的婚纱 抛起红色袖球 这个笑起来很可爱 身高只有一公尺的女孩 可不是花童哦 而是千里寻找如意郎君的拇指姑娘 反正对父母必须要有孝心 我的嫂子和高要求 这对大家和能够挣钱 要一样和一家人就行 22岁的杨萍牵着妈妈的手 千里迢迢远从四川成都 到浙江新昌来相亲 相较于一般女性 对理想老公的三高要求 小小的拇指姑娘 也有心中的三高 身高150公分左右 能挣钱责任心重 不过这回似乎还是没看对眼 那是不行还有笑子吗 拇指姑娘追求幸福 就算小小的步伐 也要勇敢尝试大步买钱 中文新闻李列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